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时期 今天我还蛮激动的 因为要来拆我很喜欢的IP Farmer Bob 他们又出新系列了 这个系列叫做动物公民 从这个外包装上已经可以看出来 有一只粉红色的豹子 还有一只小小的北极熊 然后这一次在拆盒之前 我想先说一下他的玩法 他就又搞了一些花头巾 这一次他一共有25个款式 其中有18个基础款 5个惊喜款 其实就是异色款和2个隐藏 有同学可能就会有疑问 但是这样一整盒里不是只有十只盲盒吗 那他这一次其实分为A盒和B盒的 A盒有9只基础款 B盒有9只基础款 另外每盒还必定会带一个惊喜款 也就是异色 但是你买的是A盒还是B盒 从这个大盒外包装上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这里的十只 到底是这一侧的图件还是这一侧的 我现在是不知道的 我看了一下图件 我会比较喜欢这一侧 小金鱼还有兔子 然后老粉都知道 Bob对我一向非常非常的友好 到现在为止 他出的每一袋盲盒 我都有抽到隐藏 所以今天我还蛮紧张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一如既往的眷顾我 那我就按照他们在盒子里的位置来拆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先来看一号位 第一只我拆到了精灵耳阔弧 那根据图件的话 我应该拆到的就是这一侧的娃了 第一次许愿失败 那我再许一个愿好了 因为没有拆到这一面的娃 我希望这个惊喜款可以拆到金鱼的一色 这一只耳阔弧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是带有面具的款式 你看面具摘掉 它就是一个灰色头发的Bob 整体的衣服就是这个狐狸的橙色 那背后还有一条这种半透明渐变的狐狸尾巴 那这只耳阔弧它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第二只我拆到了柯林鳄鱼 它整体都是这种半透明磨砂的材质 头上是一个鳄鱼脑袋 然后转过来还有一条鳄鱼的尾巴 连这个鞋子前面也做了这种鳄鱼爪子的细节 它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小牙刷的配件 这条鳄鱼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是一个执着的处女座 所以有些强迫症有些洁癖 而且很特别就是它的腹部和裤子是温便的材质 第三只呢我拆到了雍兰考拉 它整体就是一个灰灰的中性色调 然后头上的考拉帽子整体都是直戎的 就像一个小考拉趴在它的头上 看起来很可爱耶 脖子里呢还有一个直戎的口水筋是吗 手里拿着爱吃的小树叶 背面就是一团短短的尾巴 那它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是比较佛系的存在 不争不抢爱好和平 我觉得我跟它挺像的 就是一个非常中庸的人 你们看我拆到了什么 我第二次许愿成功了耶 这一只我拆到了金鱼的惊喜款 它叫做金的共鸣 它整体都是这种磨砂半透明的感觉 配上这个渐变的蓝紫色 看起来非常的梦幻 头上呢是一个金鱼的帽子 上面有一条粉红色的水柱 然后它穿着的脸帽衫帽子的部分呢 就是一条金鱼的尾巴 头发整体也变成这种淡淡的灰蓝紫色 这一只颜色整体看着还蛮沉澈的感觉 五号位我拆到了王者狮子 那狮子嘛一般都是比较有王者风范的 所以它在这个动物世界里呢 就是领导者般的存在 头上是一个植绒的尸头帽子 包括脖子里也有这种棕毛的设计 背后呢是一条垂下来的尾巴 鞋子上呢也有这种爪子的细节 整体的色调看起来像是一杯香醇的奶茶 六号位我拆到了旷野驼鹿 这一只我很喜欢耶 它有一种围惊人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头上这个鹿角吧 就看起来很狂野 有一种战斗的力量 这个鹿角的部分呢是植绒的 然后最吸引我的是 它这个半透明磨砂的胡子 随着角度的变换 它的颜色看起来还有一些渐变的感觉 T恤的背面呢是它的英文名字 正面还有一个山峰的图案 所以在这个动物世界里呢 它就是探险者一般的存在 七号位终于拆到我们的封面款了 柔软北极熊 它的帽子和身体都是植绒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毛茸茸很温暖的样子 而头发呢就是这种蓝色半透明的 就像北极的冰川 身上穿着一个可爱的背带裤 胸口还有一个熊爪子的图案 转过来这边毛茸茸的尾巴也是蛮可爱的 它呢就是一个温暖倾听者的角色 拥有非常细腻的情感 能够捕捉到人们不好的情绪 这一只我拆到了不羁斑马 我把它拿出来的一刻 我就猜它的名字应该跟狂野之类的有关系 是一颗非常骚气的半透明粉色头发 然后身上呢穿着这种非常扎眼的斑马装 头像是一个斑马的帽子 那它代表的呢就是特立独行的挑战者 不畏惧他人的眼光 九号位是加油小猪 你看它连眼镜都戴上了 头上呢依旧是一个直戎的小猪帽子 身上的花纹也变成这种可爱的粉色 上面还有云朵一样的图案 它代表了这个社会中的奋斗者 那在平时呢如果我们说谁笨笨的或者懒懒的 可能就会跟小猪这个形象联想起来 那Bob呢用小猪来代表这个积极努力向上的奋斗者 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 我觉得从这个利益上来说还蛮好的 最后一只啦 它会是隐藏吗 我觉得不会 十号位叫做睿智猫头鹰 它又是一个戴面具的款式 整体都是手感机的 色系呢就是那种灰灰的卡其色调 这个面具也是那种比较哑光的感觉 然后转过来 你看它有一个亮点 有一双这种偏光半透明的翅膀 它呢代表着冷静观察这个世界的博弈者 它时常就待在树上也不动 但其实呢是在冷静的思考 看起来非常沉稳的样子 好啦这十只我全都拆出来了 这只小丑鱼应该就是属于 另外一盒技术款里的九只 而且我发现这次盲盒的尺寸它变大了 我拿了一个之前的过来做对比 整整大了一圈 挺好 当然今天拆到了我心仪的异色款 还是非常开心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